武汉肺炎疫情打乱了许多人的生活 尤其是艺文团体更是雪上加霜 优人神谷艺术总监刘若宇就指出 武汉肺炎对表演艺术的打击几乎是全面性的 整个世界都受到影响 也让他忍不住反思是否民众不需要表演艺术 那么对于表演艺术团体来说 这是当同棒合 因为全世界的剧场全部关门 就是不能够群聚 那当然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 其实没有演出 等于我们就是瞬间没有工作 为什么文化是当一个 我们生存的环境当中出现困难的时候 它是第一个人类不需要的事情呢 然后我就想 可是这件事情是我终身赖以依靠 而且我付出很大的努力 我很认真的 这是我的一个理想一个梦想 然后我们花很大的功夫 用终身的生命要去完成的一个梦想 而事实上他对于人类的生活来说 真的不需要吗 这个想法让刘若宇受到严重的打击 表演艺术是他生命的全部 结果原来是不堪一击 不过另外一件不经意的小事情 又让他发现在绝望的力量面前 艺术文化却可以是振奋人心的力量 这次在疫情的当中 曾经在意大利状况很严重 刚开始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候 那么大家当然都不能够出门 我们就看到有一个人 有个意大利的一个人 他在阳台上面拉起了小提琴 然后就 哇原来文化艺术是人类心灵的出口 我们并没有被放弃 我们只是从一个现场的这样子的一个接触当中 我们转到了人们用另外一个形式来了解文化 现在疫情越来越趋缓 新竹市政府率先举办了2020年种下艺文祭 邀请许多重量级的艺文团体来到新竹市演出 这份支持对艺文团体来说 有如及时与一般珍贵与重要 文化却在跟我们讲的时候 我们说会举行吗 他说我们是七月我们等等看 我们是七月我们等等看 没想到真的等到可以演了 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新竹市做的这样的安排 让我们这些艺文团体们 可以在这个时候真的可以让我们的力量 为这个大环境 然后可以真正让它产生我们的功能 然后让大家小的就说 我们不能够忘记文化 我们不能够没有文化 后疫情时代政府积极想要重振经济 也希望可以帮助到艺文团体 让他们找回舞台也找回力量 再次发出耀眼的艺术光芒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